第662集 夜长梦多 但是呢 我的耐心很有限 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否则的话 可真就是身败名裂了 当然了 你也可以去报警了 相信警察会帮你保密的 但是呢 我不建议你去找康良平 因为他可能会杀人灭口 墨小鱼警告道 林晶晶见墨小鱼实在是说不通 就开始了女人对付男人的第一招 哭 为什么是我呀 台里那么多女人和她有关系 为什么是我呀 别以为你很得意 极可心就没跟她上过床吗 你怎么不去找她呀 林晶晶哭哭啼啼的说道 墨小鱼非但没生气啊 反而是淡淡一笑 我说过了啊 我耐心很有限 我这有限的耐心没时间陪你在这里耗费 说吧 你是想发论坛啊 还是发朋友圈啊 墨小鱼拿过来手机 假装在操作问他 你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咱们就不能好好商量吗 你看这样好不好 嗯 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谈谈 好吗 这里人多眼杂的不是很方便啊 林晶晶再次恳求墨小鱼道 墨小鱼看了一眼林晶晶 仿佛是下了很大决心似的 说道 哎 我这个人就是心太软 我刚刚想了想 我改主意了 本来呢 我是不想让你唱和进来的 但是没想到呢 你是一个这么给脸不要脸的人 啊 这样吧 那些所谓的抗粮瓶材料啊 我不要了 不要了 不要了 你自己去举报他吧 好吧 我认为这样呢 最合适 你说呢 林晶晶本来以为这件事情有了转机 只要是墨小鱼肯跟自己找一个没人的地方 他就有把握把墨小鱼拿下 但是没想到墨小鱼是油盐不尽 居然还能让自己去举报抗粮瓶 那自己还有活路吗 不不不 我不敢 我也不会干的 林晶晶说道 哦 那你这也不干 那也不干 你想干什么呀 墨小鱼戏谑的说道 墨先生 您就饶了我吧 您只要是饶了我 我保证您的回报是想不到的 好吗 你想要什么 女人还是钱 都可以 都可以 我可以给你安排最干净的女人 没有男人上过的 要钱 你就跟我报个数 林晶晶使出了杀手锏 这等于是承诺爬上墨小鱼的床了 所以 我们还是按照第一个方案 你拿证据 我来操作 这不为难你吧 墨小鱼又回到了一开始的条件 当有了后一个方案的恐吓之后 林晶晶觉得第一个方案其实还是挺靠谱的 虽然不想答应啊 但是也没退路了呀 到了最后 林晶晶果然是答应了 但是要收集起来还需要等一两天 但是墨小鱼啊怕夜长梦多 只给她一个晚上 否则的话 一切后果由她自己负责 林晶晶答应了之后 走出了咖啡馆 但是总给墨小鱼一副不真实的感觉 而且按照一般人的推理 经历了这个打击之后呢 应该是精神萎靡不振 心事重重的样子 但是没想到林晶晶出了咖啡馆之后啊 斗志昂扬 就连买的东西都没来得及全部拿走 墨小鱼提着东西追出去时 林晶晶已经上了出租车了 墨小鱼想了想 觉得事情有点太简单了 于是开车跟在了出租车后面 一直跟到了室内的另外一个小区 看来啊 这里也是林晶晶的家 那郊外的那个家呢 那个家装修的也不错 不可能是租的呀 喂 杨局长 忙着呢 墨小鱼给杨彦妮打了个电话 问候道 你有事说事 我这边忙得很 那好 你给我查两套房子 是不是在一个叫林晶晶的女人名下吧 墨小鱼说道 我这里是公安局 不是房管局 我没法查 杨彦妮直接回绝了墨小鱼道 你就说你是公安局办案要用 那还能查不了 这个很重要 我待会儿把房子的信息发给你啊 墨小鱼说完 就挂了电话 听着电话里传来嘟嘟嘟的声音 杨彦妮气的将手机狠狠的砸在了桌子上 但是瞬间想起来啊 这是手机 赶紧拿起来看看 好在这没砸烂 虽然嘴里说着不帮他查 但是当墨小鱼的短信发过来之后 他还是拿起电话 打给了房管局 电话还没打完呢 墨小鱼的短信又来了 这一次差点让他疯掉 居然问他 孩子怎么样了 正像墨小鱼担心的那样 林晶晶啊 确实是不想举报康良平 非但如此 他连材料也不想为墨小鱼提供 但是他也明白 只要是那些视频材料在墨小鱼的手里 自己就会一直受制于他 这可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所以呢 回到家里啊 第一时间就是找到自己的护照 报了一个去泰国的旅游团 明天一早就走 他现在正在家里收拾东西 轻车减从 但是他的一些要紧的东西呢 可不是在这一个家里 有些现金还是要准备一下 怎么转移的 时间太紧急了 但是呢 却又舍不得都丢下 他跟着康良平啊 没少学习这方面的经验 怎么把钱转移到国外 怎么避免被发现 而事实上呢 他的大部分钱 都已经转移到国外去了 当林晶晶拖着箱子下了楼 还没打开自己的车呢 莫小鱼从一旁闪了出来问道 呦 林小姐 您这是要去哪啊 要不要我送送你啊 杨彦妮提供的信息是 这两处房产都是在林晶晶的名下 所以莫小鱼觉得这个地方 可能是林晶晶真正的家 而郑区的房子只是他和康良平优惠的地方 不 不用啊 你 你怎么在这里啊 林晶晶的脸色立刻变得白皙如纸 莫小鱼一看就知道 这娘们是想跑 宁可工作不要了也要跑掉 这里面得有多大的事啊 哎 我来接你的 走吧 你想去哪 我送你去 是机场啊 还是火车站啊 莫小鱼笑吟吟的说道 嗯 没有 我只是想把这些用不着的东西 我把它搬到另外一个家里去 林晶晶善善的说道 莫小鱼不理会他 直接把行李搬到了自己的车上 打开车门说道 请吧 去你另外的家里 哎 是郊区的那栋房子吧 哎 我知道地方 走吧 莫小鱼此话一出 林晶晶的脸色瞬间就变得红了起来 这么冷的天 他的脸上全都是细密的汗珠